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東區的巴克斯蛋餅 那等一下我買這個蛋餅會載到萬華那邊去 再跟這個萬華胖妞妞PK一下 那這一間是我的心頭好 那我就買他們的經典蛋餅 種類好像變多了 有多一個韓式泡菜燒肉蛋餅是100 好,我看到你們那邊是30秒 很好,就是因為這幾乎的牛洞 沒有加速度還可以 連加速度還可以 我沒有加速度還可以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Mozambique 有些地方會跟它的亂用 有很多地方有比較多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有了 那麼多人這邊的地方有很多東西 好,我要一個經典蛋餅外帶 蛋餅要等10-15分鐘 好,等下我要兩包辣椒 等一下兩包辣椒 謝謝 好,謝謝 好,那感覺這次的人跟上次又不太一樣 好,那就是部分的畫面 當然正面的妹妹也要照一下 哈哈 好,那這一家店的蛋餅的生意就是非常的好 除了這次妹妹漂亮之外 他們蛋餅真的還蠻好吃的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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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目前這一間店是我覺得蛋餅中最好吃的 好,我個人覺得 好,原本我今天要拍別的店 但是那間店休息所以拍不成 就A方案不行 就只好用B方案 他的這個蛋餅都是限桿的 好,這樣 好,那這個作業情形也不可以忘掉 好,那就可以看到他們店的生意非常好 所以蛋餅也非常多 好,那他講說大概一個餐都要等到15分鐘 所以就是用電話預約是比較方便的啊 好,那他講說大概一個餐都要等到15分鐘 所以就是用電話預約是比較方便的啊 好,他們也是有賣飲料的耶 他們也是賣飲料的耶 好,那現在就買好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萬華的胖妞妞蛋餅 那今天就點他的招牌來跟這一個我帶來的蛋餅PK一下 那他就叫做這個萬華胖妞妞 菜單在這邊 老闆娘早 早安 那我今天就想要給你點那個鹹豬肉蛋餅 好啊 但是我想要加高占塔跟加起司 然後一個不熟的荷包蛋在上面 好的 謝謝 不特切 等一下我幫你弄 謝謝 好,大哥一個肉鬆 一個冰豆漿 好 要大 好,謝謝大哥 好,那老闆娘他是粉漿的蛋餅 然後口味也不錯 謝謝你喜歡 掰掰 今天就沒有要露出爐山這面目了 老闆娘害羞喔 這樣齁 而且他戴口罩比較 顯示出專業 當然 考慮看看穿個比基尼嗎 身材不好 哈哈哈哈 沒有,開玩笑的 身材不好不能穿 阿寶樓也好想穿喔 好這樣齁 真的好熱喔 好,那這裡就寫著 小時候阿嬤的味道 精選食材用心製作 好,那老闆娘都會把這個材料爆香 鮮豬的加軸承打 鹹豬的加軸承打 鹹豬的加軸承打 這等於是 對 這等於是大眾盒 就接近他這個蛋餅的樣子 好,那背景音很吵 那公車有夠吵的這樣 好,顯示出這個在地的感覺 好,那現在就這個有陣陣的香氣出來 你的玉米蛋餅一樣不辣 沒有辣 好,那這次一樣 又是翻面鏡頭沒有拍到 哈哈 是怎樣 一早就有人出事了 好,那各位就要小心 不要這個 坐上救護車 像我上次一樣 在無來備車撞這樣 謝謝 好 真是氣死啊 好 然後那個蛋一定要很深喔 這樣才能夠彰顯出他的好 如果有的話 好 那老闆娘現在就已經做到 這個 魂藍萬武的境界 我很專心製造 OKOK 專心製造 對對 懂 好,那就是最後階段喔 好香喔 其實還差一個半熟蛋 半熟蛋 直接放在上面 煎的直接放在上面 半熟蛋 對對對,三分而已 好 那個半熟蛋是那個一心蛋餅的點子 一心蛋餅的點子 我用別人的大絕來幫你打 半熟蛋 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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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這樣就上去 這樣就上去 這樣就上去 對,就凸上去 對對對 就是這樣 沒有錯 相信我 欸,對對對 哇 要這樣子做啊 對對對 如果成功的話是蛋沒有破 沒關係啦 就這樣 欸,我第一次這樣直接上來 對,就是 妹殼大叔式套餐 好 OK 好,那這個是我 教老闆娘做的 這個 綜合大套餐喔 就是裡面有 鹹豬肉 高蘸塔 起司 還有這個 半熟蛋 好,那這邊就是 巴克斯的經典蛋餅 然後要再加上它的 小魚辣椒醬 不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家的耶 你有帶來一個客隊的 要跟你的蛋餅PK 記得嗎? 好,那就先從這個 巴克斯的開始吃 好,因為今天它生意比較好 被我介紹之後 也不能說被我介紹 本來生意就比較好 所以剛剛等了20分鐘 好,那這裡面就是有 高麗菜 火腿 或者是培根 現在看不太清楚 然後這個 還有蛋 好 它就算涼掉也很好吃 然後豐富的配料 有起司跟 我說培根好了 好,因為我記得我上這個影片 是說是培根 我單吃這個看看好了 好像是火腿 那有沒有寫 我看一下好了 好,那盒子外面有寫 高麗菜起司培根 就是這個很豐富的配料 配上這個小魚辣椒 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滿分的蛋餅 好,再來是主地對的喔 好,再來是主地對的喔 好,那接著有這個鹹豬肉 好,那這充滿了個人特色的 大綜合蛋餅 嗯,好吃 你可以照我的方法點點看啦 就是加高占塔起司這樣 可以有跟這個巴克斯 1PK的能力喔 好,這個滑嫩嫩的蛋液 然後配上它的這個蛋餅 好,那我重講一遍喔 剛剛那背景實在是太吵了 滑嫩嫩的蛋液 配上這個味道豐富的蛋餅 很好吃喔 又濃郁又這個滑嫩 嗯 加上這個美女老闆娘做的 所以這個特別有滋味喔 特別有這個漂亮的滋味喔 然後前一家的也是有漂亮的美女喔 所以就 哪個漂亮就自己選喔 嗯 蛋液超滑的 哈哈 好,那這樣子搭配之後就是 有很濃郁的起司的味道 然後這個滑嫩的蛋液喔 然後香香的鹹豬肉跟高占塔 能夠跟這個巴克斯 互相PK 那巴克斯我覺得是滿分喔 然後這個今天老闆娘特製蛋餅的味道 我覺得是 98分 幾乎可以跟她一戰喔 就各位可以點點看喔 這個特製大綜合也非常的美味 看老闆娘要不要把它變成這個常態性的蛋餅 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吃到我今天那個臉都變蛋餅臉了 哈哈,兩份喔 嗯嗯嗯 然後旁邊的這個辣椒醬也不錯啦 我沒有照到 因為剛剛在畫面外面 它的絕招就是這個 辣椒醬油 然後這邊的絕招是小魚辣椒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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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一次吃兩份喔 因為這個在地 在地隊的這個蛋餅比較熱 所以我會先把這個在地隊吃完 然後我帶的蛋餅當然是因為有點涼掉喔 所以它就是輸在氣勢上 因為這個已經有半個小時的路程 這樣剛剛等了一下 所以 它有點涼掉 所以東西最好是人在等食物 不要食物等人喔 那總之就是 幾乎是 打的很 不分 不分這個上下 如果你想要吃像類似巴克斯的口味的話 你可以調成像我這種口味喔 那這裡就可以吃到類似像巴克斯的味道 很棒 就是要自己點了喔 就是要自己點了喔 好 那個老闆娘也非常的親切 所以我才能夠製作出我這個心中的蛋餅 好 好 那今天吃蛋餅你要配飲料 不然你會噎死啊 哈哈 好 那今天就吃了這個 份量十足的兩份蛋餅 很好吃 好 那今天就做Andy啦 那我今天點的是這個 胖妞妞 派菜單上不存在的蛋餅 那就叫妹殼大叔式蛋餅好了 好 那各位如果說到老闆娘這邊就跟她講 我要妹殼大叔蛋餅 她這樣就會知道是什麼了喔 好 那各位我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掰掰